您好 歡迎收看6月18號大華聯地方新聞 我是陸以慧 暑假快到了 為了提供更安全完善的預熱空間 芝卡軒綠森林清水公園 陸續進行了景觀亮點營造工程 還有細水區的整建工程 預計在6月底就可以完工 現場學生我也特別在農業處長陳淑文陪同之下前往視察 特別就園區的動線、無障礙設施 還有整體景觀營造提出了改善意見 營造工程的建築是1250萬 我們總共有4大集園 為了迎接暑期人朝華聯縣長徐真衛 17號下午特別前往芝卡軒綠森林清水公園 除了關切景觀亮點營造工程 及細水區整建工程 也走遍園區內各個角落 針對園區動線、無障礙設施 及整體景觀營造提出改善意見 在前年我們完成了5大的園區 無論是綠手指或者是我們的體驗區 或者是樹屋區 這一次我們又把細水區的部分 整個設備再重新提升 尤其增加了我們的泡沫區 把以前比較老舊的設施 整個汰換掉 另外也把基礎的設施 像我們的蓄水發電的部分 也全部把它重新管路更新 另外也對於我們18公頃的芝卡軒 其他的部分 例如荷花池的部分 或者其他比較屬於休閒 休閒的地方的部分 我們也會在明年再一次 那再把它提出來 再讓它優化 想希望 芝卡軒綠森林清水公園 能夠成為我們老少先宜 而且能夠成為我們花蓮很重要的一個 油氣休閒的公園 而芝卡軒綠森林清水公園 夏季細水活動 也將在7月6號清涼登場 搭配園區內5個共融遊戲區 提供安全又好玩的 共融式娛樂空間 滿足花蓮鄉親各族群 及各年齡層的需求 讓孩子們玩得開心 家長也能好好放心 記者 徐立芹 捷香報導